大家好,我是坦哥 看到我这个标题应该就知道 我今天要讲什么国创续作了吧 对,没错,就是玲珑中章 嗯,拿错文案了,不好意思 2021年的国创简直不要太多了 上期我讲了科幻片 那么今天和大家案例和介绍一波明年的国创续作 基本都是顶中顶 但是也有例外 首先,567之玄武国片 由阿哈娱乐和小峰映画联合出品的搞笑动画 刺客567有多好看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玄武国是第三季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前两季 现在去看啊,可能会觉得 哎呀,划分怎么这么低优啊 甚至还会觉得剧情幼稚 但是试试看下去吧 这个划分是567的独特之处 出场的每一个角色也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故事 而不是冲张这个动画的背景吧 单言剧也不是讲什么深仇大运啊 都是我们生活中经历的小事 在这个搞笑浮夸的风格下 有一颗温暖人心的核心 看似简单又独立的剧情 其实包含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这个主角567是一个简单或者说真实的角色 这个真实指的是人情味 他做刺客不为别的 只是为了赚钱 他毫无底线 为了钱什么单子都接 但这个家伙吧 任务从来没有完成过 哎呦,单目会问了 是不是因为太菜了呀 恰恰相反 567的真实身份是玄武国首席刺客 不用管玄武国是哪个国啊 反正是一个崇尚武学的国家 虽然567现在失忆了 但他目前的战斗水平也不是一般人能打得过的 任务失败 是因为他总是将刺杀的人物啊 带入自己的视角 去体会 去经历他们所发生的事情 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个人 在这之后 如果认定他刺杀的目标不是必杀之人 他就会放弃任务 甚至与雇主为敌 有小伙伴可能会觉得 剧情简单 但是在你仔细品味后 你会发现这就是现实 很多事情并没有对错 有的只是观点不同 导演用567的视角 向我们展示了人生百态 用一个浮夸的故事 讲述现实 第一季里的鸡大宝翻外篇 可是巅峰 这后续才是刺客567好看的地方吧 期待567之学武国篇 567我们2021年见 元龙第二季 建议弹幕先把上头打在公屏上 这是由哔哩哔哩出品 终于一年年诚挚的玄幻动画 改编自作家任怨的小说作品 看完只有一个字 爽 大概就是讲述特种兵王胜 穿越到了异世界 用科技殴打异世界的故事 当然这个科技枪械啥的 也只是前中期 小说中户期还是回到了一个 玄幻古风的节奏 动漫说实话改编真的很好 加入了新决策宋命和徒弟高摇 高摇在咱们B站有多受欢迎 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制作方一直在吸取我们观众的建议 既然是爽文改编 那么自然就一爽到底 虽然故事很套路 但是终于年年把握的度很好 而且叙事非常的流畅 不拖沓 节奏也很紧凑 也不会跟你讲什么太多的深度含义 全部点到为止 给我们观众一个轻松愉快的 一个观影氛围 虽然第一季结尾有瑕疵 但是总体来讲 元龙算是目前爽文改编界的 最强动漫之一了 这部剧非常适合你在需要休闲放松的时候观看 从第二季的PV也能看出 画面渲染精度 比第一季要高了一个层次 应该是加大投资了 希望元龙的第二季 可以让我们继续上投 《少年歌行之风花雪月片》 改编自作者周木南的同名小说 由钟影年年制作 对没错 又是钟影年年 第一季讲述了四个拥有离奇绅士 有阴气潇洒的少年侠客 一路相伴究可的江湖故事 豆瓣目前评分8.7分 对一部国创来说已经非常高了 制作也很精良 虽然剧情后期的杰作比较慢 但是瑕不掩喻吧 制作方有了第一季的经验 吸取一些不足再加以改善就好 希望《少年歌行之风花雪月片》 能给我们带来更好的观影体验 《天宝扶摇录》第二季 由哔哩哔哩出品 玄机科技成志的玄幻动画 改编自《飞天夜祥》的小说作品 讲述了一个英俊少年 来到长安后展开的一系列冒险故事 他的原著是淡眉小说 玄机妥协了很多 改编成动画后 将整体的侧重点放在了视效 场景确实很震撼 战斗华丽 《天宝》的制作也很精良 但是原小说的受众限制真的很大 决策都是美男形象 又是淡眉小说 动漫改编的过火吧 不能吸引讽丝 不改编又难过神 目前的这个尺度是比较适中的 小说粉可以看角色 路人也可以看打斗 而且剧情也不算差 虽然坦地我是个直男 但是只要动画做的好 剧情有意思的话 就算你是淡眉小说有如何呢 对吧 期待《天宝扶妖路》的第二季 《百妖谱》第二季 同样是由哔哩哔哩出品 惠闷沉执的动画 改编自《沙罗双树》的小说作品 讲述诡异逃妖一行人 游历人间 救治妖怪的故事 第一季的划分很不错 是一部偏女性向的作品 但是故事节奏有点问题 总是在不该煽情的地方煽情 它那个BGM像不要钱一样的乱方 叙事也不够完整 怎么说呢 乍一看是一盘精美的龙虾 但是实质无味 也是希望惠闷能够吸取观众的建议 画面可以当成卖点 但绝不是一部作品好坏的评判标准 对吧 注意剧情 注意剧情剧情 总体而言 第一季是一个合格线之杖的作品 希望第二季的剧情节奏再好一点就OK 《戒网3》 《侠干易胆沈剑星》第三季 由西山映画出品 深影动漫制作的动画 改编自西山剧旗下的《剑网3》系列游戏 三薰2的划分 总体定位是那种轻松的沙雕剧 第三季讲述沈剑星 为了解救千水岛村民 返回中原寻找解药的故事 目前第一季的豆瓣评分是8.8 第二季8.5 制作也很精良 但是主角过于工具人了 没有任何的成长性 完全沦落于剧情的推进工具 第二季为了梗 将故事逻辑性进行了削弱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但制作组想全都要 说人话就是 制作组又想沙雕又想剧情 但是没把控住 当然当然 整体而言虽然有瑕疵 但是第一季和第二季 都算得上是优秀作品 只要第三季把故事逻辑抓住 抓稳了 在不影响主线的内容下 适当玩梗 那么动画剑网3起飞 我认为没有问题 同样期待 黑白无双 第三季 由Bilibili 娃娃鱼动画 潜下动漫出品 由娃娃鱼动画制作 改编子艳书的漫画作品 黑白无常 剧情就是讲述 地府最小的两个 黑白无常的一个热血搞笑日常 但是也不全是热血 特别是第一季的第十集 简直热血都没边了 第二季的话 画面质量比第一季要好一个等级 但是故事节奏有些问题 进展缓慢 剧情也有点迷 人物塑造也太浅了 感觉是过于这群画质了 导致资源倾斜的太多了 这个剧情和人物都成为了牺牲品 不过第二季到现在也三年多了 制作方的阿鱼 在断根的这些年 制作了蒙奇石城 领分者 你在星光深处 希望这些作品能给黑白无双 第三季打好基础 期待黑白无双的第三季到来 献王的日常生活 第二季 由哔哩哔哩出品 同样是惠闷诚志的动画 讲述主角王岭是一个修真奇才 隐藏在一群平凡的修真学生中 低调做人的故事 改编自作家枯弦的爽文小说 这是一部争议极大的作品 我当时看完真的差点裂开了 因为原小说的人设抄袭 虽然小说的剧情没有实质性的相同 但是拿他人创作好的人物设定为己用 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值得赞扬的事情 也不是一个利于当下创作环境的事情 动画对小说进行了魔改 既然是改编自爽文小说 那么首先得突出一个爽字吧 第一季的前期没啥多说的 从第十季开始直线拉垮 看到我真的憋屈死了呀 主角王岭完全成了一个配角 你看这女主被暴打就算了吧 整体剧情毫无逻辑性 我说实话 我就想看个爽文爽一爽呀 我就想看主角装个鼻有错吗 结果就看主角被踩脸 真的难受的哑皮呀 不如干脆就挨打王的这场生活得了呗 这是一部原作口碑又差 改编动画制作精良 但是故事稀烂的剧 而且就算没有原作 以第一季这个目前的水准 离优秀国漫真的也相差十万八千里 虽然你制作精良 但是你这个故事真的真的是 希望会们赶紧醒一醒 以上就是2021的国创新翻续作了 还有联伦终章 但是这个我在上期新闻导师讲了 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大家可以点击下方的链接 或者简介链接观看 曾经资本的投入 也让市场出现了大量参丝不齐的作品 华丽的包装下是简单低优的故事 无奈这种作品赚得盆满钵满 真正动画人制作的优质动画被埋没 但是好在近年来 优质的国创动画被越来越多人所关注 希望动画制作公司能维持住本心 本心 画质再优秀 场景再宏的 也比不过一个逻辑通顺的好故事 看着国创动画成长起来 并将这些优秀的动画再推荐给你们 对我个人来说是一种荣幸 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 喜欢的话来一个一键三人加关注吧 求求烈啊 这对我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下期新闻导师会提到2021年的全新作品 比如扳手少年 还有上海故事这些等等 我是坦哥 我们下期视频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